那我要为万马奔腾庆典做什么呢 哦,我想大家不会再需要我了 万马奔腾庆典也不会需要我了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我走了 我正好缺面粉 你看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能帮我去买些面粉回来吗 要不我陪你去吧 有我苹果家儿在 没什么害怕的 那你会保护我吗 我当然会保护你了 你靠后点跟在我身后 嗯,好的 有怪物,有怪物 柔柔,没事的 只不过是一个树枝而已 吓死我了 我们就快要出去了 快点出来吧,柔柔 我不管 我说了我会保护你的 相信我 我,我,苹果 怎么了柔柔 你是想吃那甜苹果才会出来吗 不是,是口 口什么 啊,口龙 这里竟然还有口龙 你现在不用出来了 你现在不用出来了,柔柔 我就让他见识见识我马蹄子的厉害 嘿,口龙 别想欺负我的柔柔 接招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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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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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不能做一个胆小鬼 苹果家儿为了我 一个人对抗恐龙 我要去帮他 苹果不去 你给我住手 你给我听好了恐龙先生 难道你因为你的个子大 就可以做一个恶霸 欺负别的小动物吗 不绝对不可以 你是有锋利的牙齿 长长的尾巴 但是我不允许你 绝对坚决 一定不允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可是是这个棕色的小马 先动手的 你比他个子大那么多 或许你应该更懂事 不是吗 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前面树木倒了 挡住了路 想让你们绕路而已 并且刚才是他一直在打我 我没有还手 只是防御而已 你真是一个乖巧的恐龙宝宝 我很抱歉 我的朋友伤害了你 我为我们对你的误会 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们 没关系的 很早以前 我的恐龙妈妈就教导我 做恐龙呢 一定要善良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苹果佳儿 我们绕路去买面粉吧 柔柔 你今天可真是勇敢呀 嘿 是友谊给了我力量 嘿嘿嘿 嘿嘿嘿嘿 今天的故事大家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小花姐姐哦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订阅关注我们哦 好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